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198集 张磊磊挽着他男友的胳膊立在我们面前 张磊磊愉快地冲成岳打招呼 叫了声姐 他抬眼看我的时候显然很惊讶 他看了看成岳 成岳只好说 他是我的学生 你们又是同学 我就叫他一起了 你没意见吧 张磊磊没说话 拉着他男友在我们对面坐下 他男友面容英俊 个头高挑 戴着一副超薄眼镜 看起来斯文如雅 他一身西装革履 一看就是价格不菲的东西 无意中摆在桌子上的手机 是市面上最流行的最新款 一部手机的钱 就能抵我小半年的生活费 可无论这家伙穿得多奢华 装得多斯文 我都能一眼看出他的本质 他就是我高中的死对头 赵一平 我万万没想到 我深爱着的张磊磊 竟然会跟赵一平这种货色威武 还甩了我跟他在一起 赵一平冲我伸出手 微笑道 老同学咱们又见面了 我发现这小子转性了似的 一反他往日的嚣张发护 变得斯文游离起来 对我一贯的鄙视也没了 看起来像个有修养的绅士 我心想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次八成是在张磊磊面前瞎表现 他骨子里就是个流氓 穿上啥都是流氓 改不了的 赵一平千功的让我们轮流点菜 一一把菜单送到我们手边 有礼貌周到的为我们分发餐具 还一口一口的给张磊磊喂食 看得我火冒三丈 真恨不得把一盘弹塔 都扑到赵一平的头上去 吃饭期间呢 我一句话都不说 反倒是龙哥非常义气的 拿画揶揄赵一平 先是绩效他的发型 又鄙视他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 穿着一身装逼衣服 真他妈丢人 再嘲笑他 明明一个爷们 长得这么娘 真不知道下面有没有伴 张磊磊和承越听得直皱眉头 我拿脚踹了龙哥两脚 龙哥冲我翻白眼 笑声说 你这人真不知后歹 我抢白说 我是让你来给我震场子的 不是来让你给我丢人的 承越说 听说你们打算请假一段时间 出去旅游 要去哪啊 张磊磊说要去四川 那里风景特别优美 美食也多 他一直想去 可惜忙于课业都没去成 幸亏一平都安排好了 他们也不是请假去的 是要做一个课题 跟那边的考古部门协作 不过这种事啊 都是走走过程的 他们就打算拿这时间出去玩 我听得醋意无限 却又无可奈何 闷着头 胡吃海喝 终于吃完了 我也跟审讯结束一样 赵一平很潇洒地 招来服务员买单 我心想 人争一口气 佛手一炷香 我非抢你前面买单不可 我坐在靠外的位置 半路拦下服务员 抢着要买单 服务员把小票递给我 我一看就傻眼了 就这一顿饭 就消费了整整两千块钱 我翻出钱包一看 只剩现金三百 零钱若干 钱包里甚至有十块钱的硬币 和五个五毛的硬币 我翻钱包的时候 掉了几个五毛硬币下来 服务员小妹礼貌地蹲下来 把硬币一一捡起来给了我 说道 先生 我们这里还可以刷卡 您现金不够的话 就刷卡吧 我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信用卡这玩意 顿时就呆住了 赵一平不时时机地说 我来刷卡吧 说好的 这顿我请 小田总是这么客气 这样可不好 我心里那个郁闷 龙哥和成岳看我的眼神 都非常同情 张磊磊在那品着洋酒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的一张脸被人打了几个耳光似的 火辣辣的难受 出了餐厅 成岳开车带我们回去 龙哥在车上告诉我信用卡是什么东西 说是可以凭信用消费 这个月花了钱 下个月还款 大城市里流行这个 据说有钱人出门啊 都不带现金的 更别说钱包里边装五毛钱了 我窘得满脸通红 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想起赵一平抢着买单的英姿 我就一肚子晃 龙哥说 哎呀 虽说我真看赵一平那小子不爽 可是 无论外表人品还是身价 这赵一平都能甩你好几条街啊兄弟 我要是张磊磊 我也找赵一平这样 你看你书念的不好 人家读的是名校 你是技校 人家英俊潇洒又多金 你穷的钱包里只剩钢辈 人家举手投足 兵兵有礼 时刻替人家姑娘着想 你除了一张木花脸 在恶牢放出来似的 猛吃猛喝 跟抢白神似的 我真难找出一个张磊磊不甩你的理由 我气得哇哇乱叫 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承越也叹气说 哎 磊磊这个男友是不错 我要是他也一准动心 龙哥望着我不怀好意的笑 我叹了口气 真想不明白张磊磊 为什么会去找赵一平这个流氓 以赵一平的本性 张磊磊跟他在一起 南逃被玩弄后又遭甩的命 更何况赵家来历不明 张磊磊跟赵一平在一起 不是找死吗 正在我惆怅摆劫之际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掏出来一看 是一条短信 李半仙发来的 李半仙说呀 他收到消息 要去一趟四川 大明嘉靖皇帝的阴谋 正发酵似的发展 不日就将崩溃 他必定要救万民 于水火之中 只说嘉靖帝的阴谋 一旦出事 必定会石破天经 真正受到伤害的 还是普通的黎明百姓 作为风水师 他有拯救百姓的责任 我听了奇怪 给李半仙回了一条短信 问他究竟得到了什么消息 李半仙却没有正面回答我 只说这期间呢 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早做定论 真有危急生死的事 不妨找陈思可算上一挂 总不会有坏处 我答应了 却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 我仔细一想 就明白了 李半仙要去四川 怎么张磊磊和赵一平 也要去四川 李半仙和张磊磊 没有任何交集 他们俩怎么会这么凑强 我心里一沉 觉得冥冥之中 似乎有什么不对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风水鬼诗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第二天又是周末了 我和龙哥都没事做 我就想起对我来说 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江边的寒风古寺 对于寒风古寺 我有太多解不开的秘密 来省城读书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饱受各种事情折腾 心里虽挂念着寒风寺 却一直没空去 龙哥早听烦了 我在寒风古寺里 遇到的诸多奇事 听说我想去寒风寺 立刻就答应下来 我俩起了个大早 天一亮就爬起来 洗漱一翻 就出门坐公交车 我们来到江滩边上 房洪林深处那堵 奇高的围墙还在 不过呀 已经倒了一段 围墙上写了好几个 大大的拆字 我们连帆都不用帆 直接就走进去 就看到树林掩映中 红瓦高墙的寒风寺 穿过树林 寒风古寺的破烂牌匾 半旋在门头上 大门上截了一层 逆急的蜘蛛 想不到一年时间没来 这寒风古寺又残破了不少 古旧的窗帘都掉下了许多 门口走廊上的古钟 依旧挂在那里 模样四平八稳 十分沉重 我找了根棍子 拨开破烂的蜘蛛 再推开大门 只听吱鸦一声 寺庙里的东西 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令人惊议的是 我们上次来古庙里 还破旧不堪 可现在看上去 这庙里各项物件 都摆设得出奇的整齐 连破损的菩萨都被修好了 地上灰尘虽然多 可地面却非常完整 地上也没有多余的东西 看上去整间庙 像刚装修过一样 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寒风寺 外面看着这么破旧 可里面却修理得这么好 难道古庙里 还有别人来过 我把寒风古寺 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 这寺庙的确是让人重修过 更怪异的是 古庙里面修山一新 外面却无比破旧 让人十分摸不着头脑 龙哥说 我琢磨着 这修庙的人脑袋坏了吧 哪有这么做事的 外面拼着破 里面拼着心 脑门让驴踢了 我再看古寺外的空地上 有车轮的痕迹 心里不禁起疑 这寒风寺多年没人来过了 一直破败不堪 为什么会遭人修过 我和龙哥苦寻无果 就出了寒风寺 逆临外的大马路上 有一间简陋的便利店 店主是个老婆婆 我灵机一动 就借买水的机会 向老婆婆打听 这林子里 什么时候车辆进出的 比较多 老婆婆瞪了我一眼 说道 小孩子 别胡乱打听 这林子里的事 玄乎着呢 我们这一带的老住户 都不乱议乱的 架不住我再三的问 老婆婆 还是向我透露了一点 说 车进车出的时候啊 还不就是修寒风寺的时候吗 修好了 也就没车往来了 我一听 对路了 就顺藤摸瓜地问 到底是谁 在修着寒风古寺来着 老婆婆先是不爱说 龙哥又掏钱 在他那儿买了一堆东西 老婆婆架不住金钱的诱惑 全跟我们说了 原来这事呢 还是半年前 有开发商要把这片林子都毁了 建个什么水上乐园 上面都劈下来了 就找拆迁公司来拆 后面的私房拆了不少 唯独到寒风寺的时候 他们拆去了围墙 正准备动寺庙 突然就出了怪事 当时拆迁的人 把那片林子都围了起来 好多工人都在林子里作业 听说挖断了寒风古寺 那段围墙后 挖掘机第二天 打算挖掉寒风寺前的那片树林 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说是半夜挖掘机作业的时候 在林子附近挖出一具棺材出来 他们搞施工的 挖出这种东西也属常见 那棺材距离地面二十多米深 吊车把棺材吊上来后 发现棺材已经烂得不像样子 棺材盖和棺体粘合部分 都是用糯米浇筑的 非常牢靠 他们砸穿了棺材骨架 才打开的棺材 棺材中的人穿着一身 湿大大的骨装 看起来是具骨石 尸体的脸上还贴着一张黄布 黄布上画着朱砂服 看起来非常吓人 有胆大的工人 跑上前去撕开黄布 赫然就露出一张香火饱满的脸出来 围观的人看得清楚 纷纷大叫起来 众人都吓疯了 因为那棺材里的尸体 竟然就是他们两天前 失踪的施工队长 这施工队长两天前的一个夜里 跟工友们多喝了半瓶烧酒 一个人走路回宫棚去睡觉 这一走就没了人影 工友们还以为他大半夜回家去了 第二天白天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人 给家里去电话 也是没人 大家都急坏了 后来实在找不到了 又去报了警 警察也参与寻找当中 却硬是没找到半点影子 公司和队长家人思来想去 这队长啊 恶习比较多 吃喝嫖赌样样都沾 这几年干这勾当啊 队长赚了一些钱 也算个爆发户 城里小情人养了好几个 一时也没人知道 他究竟藏在哪个计较嘎拉里做坏事 就算大伙想破脑袋也难猜出来 他们的拆迁队长会从地底下的棺材里挖出来 最怪异的还是 挖出棺材的那片区域之前并没有动工 还是队长失踪后开挖的 也就是说施工队长自己莫名其妙的 就钻进了几十米的地下棺材 这件事把整个施工队都震动了 他们报警后警察对尸体做了解剖 说是尸体死于窒息 死亡时间就在他醉酒出门后半个小时 棺材里还有施工队长挣扎抓出的痕迹 法医做过进一步鉴定后证明 棺材上的指印的确就是队长留下来的 那么就可以推断为队长是在棺材里窒息死亡的 可是棺材下的古墓里既无盗洞 那时候施工又没挖到那里 这施工队长又是怎么进入棺材里的 这件事成为坊间流传的一大怪事 当时施工队停工了一个星期才赶复工 复工之后施工队就赶进 当天就挖了韩风寺前半座林 当天晚上施工队里又出了怪事 这回施工方包括投资方再没人敢打韩风寺的主意 投资方也听说了施工队长离奇死去的事情 为了鼓舞军心 投资方的负责人亲自从北京飞敌省城 晚上就带着秘书到了施工工地 先是请大伙在附近的大酒店里吃了一顿 晚上又亲自视察工地 视察完了之后啊 坐车回省城的五星酒店休息 资方负责人带的这女秘书 是她养的小情人 回到酒店 两人就急不可待的共赴云雨 完事之后 女秘书就在床上昏昏睡去 那资方负责人洗了个澡回来 一揭开被子 赫然发现她怀里的美人 已经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 那资方负责人顿时就吓得尿了裤子 哭着喊着打电话报警 警察也被当时的场面震惊到了 警官法医鉴定 那尸体是具几百年前的老尸 而尸体里面竟然还有那白白胖胖的资方负责人的体验 原来啊 当晚跟她共赴云雨的美人竟然就是那具古事 连参与司法鉴定的法医都吓坏了 根本不明白这中间的逻辑关系 那资方负责人是最大的股东 有发言权 他离开省城没过几天就病倒了 据说是中了尸毒 而且一病不起 不到一个月就病入膏肓 一命呜呼了 死前他一再叮嘱 放弃寒风寺水上乐园项目 这百年老四才得以保存下来 长篇惊悚悬疑小说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